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旅行私密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美食和旅行的信息。 如果您喜欢三明治,不妨试试Band Me。 这是一种享誉全球的越南当地美食。 Band Me是一种短法棍面包。 外皮薄而脆,质地柔软,透气,内馅有各种咸味配料。 如肉,泡菜,香菜和蛋黄酱。 它融合了越南和法国美食, 反映了越南的殖民主义和移民历史。 Band Me起源于1950年代的西贡。 现在的胡志明市,当时街头小贩开始销售 用法国人在19世纪引经的剩余法式长棍面包制成的三明治。 他们加入了猪肉香肠、黄瓜、胡萝卜、萝卜和辣椒等当地食材。 创造出一种独特而美味的小吃。 很快受到当地人和外国人的欢迎。 今天,你可以在越南各地和许多其他国家找到Band Me。 尤其是在有大型越南社区的地方。 根据地区和个人喜好,Band Me有很多种。 一些常见的馅料有烤猪肉、鸡肉、牛肉、馅饼、鸡蛋、豆腐和奶酪。 您还可以使用不同的酱汁、香草和香料来定制您的Band Me。 Band Me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且价格实惠。 它是早餐、午餐或任何您需要快速而令人满意的餐点的完美选择。 你可以在家里用一些简单的原料和一个烤箱轻松制作你自己的Band Me。 或者您可以参观众多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新鲜正宗的Band Me的Band Me商店和摊位之一。 Band Me不仅仅是一个三明治。 它是越南文化和身份的象征。 证明了越南人民的韧性和创造力。 这也是与世界分享和庆祝越南美食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一种方式。 所以下次你想吃三明治食。 为什么不试试Band Me呢? 您可能会惊讶于自己有多爱它。 如果你好奇,想尝尝这道美味的小吃。 下次去新加坡或东南亚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 感谢收看我的频道。